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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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歡迎 陳文倩 陳老師以及施明德 施老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個學期有一個主題叫做美好關係 什麼叫美好關係呢 是我們去參加一場游樂活動 我们去参加一个盛宴 还是我们在苦难当中 仍然可以宽恕 仍然可以谅解 然后最终 我们可以用一种很特别的态度 面对人生中的一切 如果有一个人 他可以教你这个课程 他可能不只是穷苦 他可能不只是白手起家 创业失败 所谓的苦难不是只有这些事情 我们今天现场请来的是 很多人叫他施明德主席 我会称他 台湾永远不可能第二个人物 台湾只有一个施明德 你们现场认识施明德主席的人 麻烦你们举手 就说认识说知道他名字的人 请举手好吗 其实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谢谢你们 你们知道他做了几年 有礼物啊 前面的老的不准回答 知道他坐牢几年 第二排中间 你剪了一个卢广众头 就你 你回答一下 他他他 给他麦克风 其实你也剪了卢广众头 你们现在怎么这么多卢广众头 这个这个 他他他更是 那给他好了 这个戴眼镜的 你知道施明德主席坐牢多少年吗 十几年吗 你今年几岁 我二十 好 那他坐牢的时间 比你的年龄还要大 他总共坐牢二十五年 你们现场有几个人超过二十五岁举手 你头上别怕了 老开 好 后面 已经年龄超过二十五岁的居少 好吗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场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就是罢了 你们的年岁 都不到他坐牢的年龄 所以我今天特别 非常感谢施主席从台北来到亚洲大学 这一生 你们可能有机会再听到他第二次演讲 可能也没有 因为你们的人生 未必会一直跟他相遇 可是我相信 今天 你们所听到的 他怎么思考他的过去 怎么思考他的苦难 为什么他愿意和曾经把他逮捕的人 虐待他的人 和解 宽恕 那不是一个突然早上醒过来 就突然明朗的事 他也经历了很多过程 经历了很多波折 先介绍他 不只是坐牢二十五年 主席您坐好一下 帽子戴起来 帽子戴起来 我有理由啊 不会 OK 人家即使做了二十五年出来 还是很希望看起来很漂沛 对不对 他有做到吗 有啊 帽子可以拿下 然后呢 市主席他出生在高雄 他出生的岁月刚好 让他足够年龄看到了二十八事件 二十八事件在台湾从南到北 发生的现象其实是不同的 你们现在只听到一个二十八事件 其实你很难理解 它在各个不同地区发生的状况并不相同 在我们台中市是有一群台湾共产党加南洋军人组了一个叫二七部队 直接地占领了警察局还有军队 然后抢夺了武器进行革命抗争 这个是全台湾最激烈的武力抗争 就是我们台中市 而且领导的是一个女性 叫做谢学红 接着在嘉义水上机场 那个地方也是有一群相信左派的人 他们拥有军事训练的组织 在那个地方对他们而言 他们也是进行革命起义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在台北 台北是二十八世边的起源 当时其实整个台湾是卷入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 所以出现了通货膨胀 再加上陈一政府现在讨论很多 有很多讨论你们未必需要听太多 因为我觉得它欠缺比较好的史观 那个时刻台湾人就是人人都要抽烟 那是没有董事基金会这样子 只有四董 大家四董非董这个时代的变迁 台湾人天天都要抽烟 抽烟是每个人生活里头的必需品 结果呢 国民党军队来 他做了一个日本人没有做的事情 就是他把烟管制 然后管制变成是垄断的 因此民间就有很多撕卖烟的走私运动 这不是走私 不是从国外 是自己偷偷地卖烟 于是就在台北就有一个林江脉女士 她在偷卖烟的时候就被警察抓 然后老百姓就从那个地方 从台北县市开始就打起来了 一打以后就是警察你打人 那林江脉女士并没有当场被警察打死 她是谣传她被打死 这个谣言就在迪化街那里开始闹起来 但是台北市并没有武装起义 台北市出现的是一群士绅 组成了叫228和平处理委员会 他们当时的主张是要求台湾自治 那参加了有很多士绅 这些士绅呢 有一些人被枪毙 有一些人后来投靠国民党 OK 所以他在这个和平处理委员会里头 每个人的角色并不相同 在台湾的高雄 因为当时高雄 你们可能不了解历史 高雄是蒋介石要来台湾之前呢 他的军事重镇 他的整个陆军都在凤山那里 他的海军也在那一带 所以蒋介石1949年12月才抵达台湾 但是1949年的5月就来了台湾 最重要的就是要巡视高雄 在1947年28之后就派了孙力人过来 在那个之前他都知道南部的重要性 因为高雄有高雄港 在那个时刻呢 高雄是由彭孟齐在当地管理 那他就对于民众在那个地方 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抗争啊 占领啊 他是直接开枪 所以这个是彭孟齐是高雄的状况 现在来讲 高雄有抗议 但没有革命 就是这样对吗 他刚好目睹了这一面 在台湾大多数的地区呢 其实是 主要就是 那时候他们怀疑谁跟共产党有关 然后就开始清乡起来 真的对抗当时的暴政政府的人 其实不是像现在大家都事后放炮 新竹也有 桃园也有 洛东也有 这都叫事后放炮派这样子 这我跟大家简单说啊 那施密的主席他在当时呢 高雄的时候他出生 那他不承认他的年龄 事实上他今年已经迈向79岁了 但他说这不算 因为他做了25年 所以要扣掉 所以78减25 他现在是52 迈向53 这是他的说法 OK 那他那个时候呢 就刚好足够成熟到目睹这一面 他爸爸叫做施阔罪 那个年代呢 其实推拿是很厉害 到现在还是 他们家族连他都会推拿 就说你如果这个 各方面有问题的话 那个推拿 他们家的那个独门功夫 只要是他们家族出来的人 现在哪怕到美国去开业 都人山人海 不收书给中国医药大学 人山人海 所以他爸爸是一个富裕的 高雄的一个 当时的 算是中医师这种类型的推拿 但是他那个独门功夫太厉害 那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念了凤山中学 他有一个同学叫做尤青 功课也未必比他好 人家后来就乖乖的去念政大法律系 然后就出国变成了律师 他呢就发了神经呢 就突然觉得他要革命 就跑去念了炮兵学校 然后年纪轻轻的 就开始搞革命 然后很快的就被抓 然后抓了以后 就看到那个年代 白色恐怖的时代 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时候 国民党政府处理的方式 对于台独的主张者 大概都是判死刑再改派无期徒刑 或是监禁十几年或是二十年 可是只要他发现你是中共同路人 就是你可能是台湾共产党呼应中共派来的 一定直接枪毙 所以被枪毙的外省人比被枪毙的本省人 在白色恐怖时间来了更多 Gina 对吗 对 OK 所以他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台湾人反对我就鬼鬼叫叫的 我说我不需要怕你啊 他不是因为对外省人不好 第一个就是说他觉得你台湾人 本省人你在这个地方就是叫嘛 骂我嘛 我就把你关起来啊 可是如果你是中共派来的 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生死性命了 对不对 他就直接枪毙 第二 神明德基金会由他的妻子 陈家军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发现那个年代他们还说了一些话 他们说本省人哪 有亲戚有老婆有家族 你枪毙一个啊 全家都来闹 这外省人都是只剩来台湾 你把他枪毙了 反正也不会有人来闹 所以那时候白色恐怖 被枪毙的外省人比本省人来了更多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 有的人可能目睹不公 但他选择沉默 有的人可能目睹不公 但他想说哎呦 把人都给你来去抢散 我才不要做那个 赶快来跟国民党合作 有的人目睹不公 他就真的从容就义 然后呢 市主席也不会因为他的个人的政治立场 当他后来在做 关于那一段白色恐怖历史研究的时刻 他会觉得只要跟他立场相同的才叫可怜 跟他立场不同的就叫做活该 他也不是 他就很公平地看他历史 说起来很讽刺 他们都没有受过历史学的训练 我自己是受过历史学的史观 历史方法论的训练 可是台湾需要讨论到这个层次吗 不需要 因为台湾的历史学家 连自己抛开他的政治立场 他个人的偏见 去好好地看待一个史实的能力 几乎都快要没有 那市主席的一生还有几个传奇故事 他有的时候就会过生日 他特别重视他生日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他喜欢party吗 在今年1月1号凌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年 2018到2019跨年的时候 我被邀请去他们家 他说你一定要来 你是我们的家人 我就去了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跨年 你们也不会有机会 所以我要分享给你们听 我们每个人讲 19 8 7 6 5 4 3 2 1 然后就Happy New Year 不是都这样吗 市主席就突然就说 我终于活到了78岁 我21岁的时候就被拍此行 我没有想过我会活这么久 我当场有一点快要掉下眼泪 然后很高兴 我是在他们家跨年 而不是在101看烟火的 真正的烟火在我的面前 现在也坐在你们的面前 那我跟市主席呢 其实以前并不认得 因为呢 他去坐牢的时候 我还没出生 然后他第二次放出来 他没有躲在家里头 赶快去搞推拿 求一碗饭吃 他继续领导美丽岛杂志社 那个时候我认识他 他不认识我 在军事法庭上 这是人之常情 每一个美丽岛军事审判 主要的 你们现在所认识的几个人物 他们的辩护方式 各有态度 有一个主导者 他的辩护律师叫陈水扁 他的辩护方法就是说 我的当事人啊 是一个有钱人 他们这些人都是穷光蛋 他们就是来骗这个当事人的钱 然后呢就是骗了他 说要办杂志 然后说要干什么 那他大方就资助了他们 他是他们的傀儡 所以他不算数 他不是这个叛乱行动的领导者 第二 高雄事件这个游行活动 他根本什么也没搞不清楚 他们就是来骗他的钱 他就给了钱 所以他就是傀儡 你不能把他当领导者来军事审判 这是陈水扁的辩护方式 当年的我在台大法律系 下学期 四年级 我简直是一场震惊 因为我电影看多了 我学是看英雄的 我原来觉得 后来我自己转眼就说 人家每个人都要活命啊 对人不要那么苛刻 但是也大开眼界 那其他人也有人辩护 最重要的辩护都说 我跟那场游行是没有关系的 我只是上台演讲 还有一个现在最有名的 经常领导各种抗争反核四什么的 我不点名 你们知道是谁 他的辩护方法是什么 他的辩护方法就是说 我早在高雄事件之前 已经远离美丽岛杂志社的决策权 我跟这个事件没有关系 当时他的家里头 发生了很大的悲剧 只有世民德主席呢 我坐在台下 因为我帮忙当医务助理 他在整个审判庭 当时的气氛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 因为那个气氛 感觉上是真的每个人都要面临判处死刑 结果世民德主席在现场泪流满面 他请求停上 不要再伤害其他的无辜 他一个人扛 他说 我请停上 判我死刑 从美丽岛杂志社到高雄事件游行 都是我的主张 他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只是来帮助我 我是主谋者 请枪毙我 判我死刑 然后他一直哭 你知道那个现场是什么气氛吗 其他几个政治犯不晓得说什么 辩护律师都呆掉了 他的律师更呆了 然后我在现场 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好了不起 然后我就很认真地看那个审判官 跟审判庭的人 连他们都为之动容 后来 世民的主席 他是美丽岛事件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因为其他人可能在中间的时候被判 14年 12年 10年 然后有的人就提早被放出来 他后来等到一个阶段以后 到了快1990左右才被放出来 他被放出来之前 他要求绝世军事统治 维权体制 他的很多要求 在那个时代看起来都很荒谬 根本不可能 但最后就是真的完成了 他总共因此绝食 好几年 然后被灌食了 从鼻尾管插一个管子进去 没有麻醉 然后他自己把它抽出来 晚上就再灌一次 因为他在绝食 你不灌他鼻尾管 他就真的会死掉啊 他总共被灌食了 三千零四十次 因为在三种 所以是有记录的 如果你是他 你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结果有几次 他很爱开生日party 我都去 他把很多老朋友找来 因为这一生他可以看到人 并不容易 老朋友在一起更困难 而他的老朋友还有谁呢 他会把曾经审判他的人找来 曾经逮捕他的人找来 曾经判刑他的人找来 然后特别介绍那个人 其实我也不了解 为什么一个人会做到这个度量 当然我们看到了 他说如果他没有快速 他等于还在坐牢 但施主席有跟 Nielson Mandela不同的故事 因为他很快地出来再从政 然后他太晚坐牢出来 什么叫太晚 因为他出来的时候 他所参加的政党 是不太讲究伦理的政党 先出来的先占位子 其次 他们都还没有出来之前 那些人都已经当选了 当选了市议员 当选了立法委员 然后他们觉得 我用你们这些政治犯坐牢 我是你们的政治辩护律师 然后都当选了 然后都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你们这些人出来 你们是我 竞选的时候很重要的 我不要说工具吧 讲好听一点 我现在学仁慈 你们是我竞选 非常好的宣传的背景 这个背景就在后面就好了 你干嘛跑出来 所以辩护律师 看到他们出来 还有年轻一辈的 当时他们自己的助理 也组成了自己的政治小组织 就是新潮流 本来都是他的助理 然后都以支持他们为 主要在党内里头 最重要的力量 他们结合起来 反对这些美丽党的政治犯 成为民意党的主流 所以他跟 那斯文大拉不同的是 他坐牢完了 他出来了 他的党 也忘了他一半 然后他的民众 也忘了他一半 他们开始有了 他们新的领导者 所以台湾人民啊 我的外公是二二八的 受难者就告诉我 台湾人民啊 你不要看他平常很善良 他们是最无情无义的一群人 我本来以为外公是因为受苦 讲这句话 我后来看台湾的政治史 这句话是真的 林熊的太太要参选 有一个老朋友就劝他 不要选 他说台湾人是很无情的 你家里死了三个人 你出来竞选 他只要盖你一张票 他就认为他已经还你人情了 所以你们现在 还很多人 在听 他们说着以前的故事 可是你们听不到的是 他们怎么对待 以前真正牺牲的那品人 今天我把生理的主席招来 也不是来诉苦 因为这句话他不会讲 我是在旁边 因为我是一个见证者 我是等于是他们的小妹妹 然后我对他们一生 所有的奉献 牺牲 我从来没有忘记 所以他叫我做的事情 我常常做 所以我也被他害了很多次 他所谓害就是 他害我去选立委了 其他事没有了 最后我要谈的就是说 他面对了这个局面 他要放弃他的理想吗 没有 他在理想制度上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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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全台湾 凡是有政治利益关系的 除非特别念旧情 跟他维持交集 大多数的人 都和他擦身而过 他在2006年 发起了红山军运动 正式和他所创立的政党 因为他们的牺牲 而成就的那个政治力量 划清界限 划清界限的原因是 他不能忍受 他用他的声明去换取出来的 台湾的新生的民主力量 所培植的领袖 是一个贪污犯 贪污这件事情 是不容许妥协的 但是 他给原来的政党 带来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的是 你搞这个红山军啊 你就让我们 下一届总统大选就垮了 我们就会没权利啊 他在讨论的层次 跟别人不太相同 你们懂我意思吗 他在创造的是 台湾有一个价值 就是不管你的名字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贪污 你就要下台 可是另外一群人想到说 你这个搞法 那我们下一届总统 就不是我们当政了 所以就决裂了 他们也不敢否认 他们自己的领导者是贪污的 只是他们会说 那蒋家以前 有很多人也很贪污啊 又不是我们 他自己本身呢 对于许多事情的见解 当然也跟 他原来出生正当的 另外一边的人 许多有不同之处 但是虽然不同 他尊重 他不攻击 他不给人家戴红帽子 于是在台湾这样一个社会 唯一的 可以变成这个社会里头 用李远哲的话叫做 不向下沉沦 而是往上走的精神象征 他成了某个程度的 政治边缘人 他可悲吗 我告诉你 他不可悲 可悲的是 我们这个社会 我前面先开头讲完 因为市主席是一个 不会抱怨的人 但我让你们现场的人理解 你们所看到的是一个 什么样的过去的历史 他现在还在创造历史 他永远没有忘记 他二十几岁 如何离开他富裕的家庭 做了二十五年 他的初衷 请所有的同学 打自内心 给予神明的主席掌声 然后我请他说话 谢谢 我已经不知道 我今天是要来干什么的 听文谦讲这些话 我好像在参加我 我的告别式一样 是在我的告别式 他应该讲的话 结果在我当面 他怎么讲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今天来要讲什么 刚刚以前里面 给我的提纲 是媒体的 这些 我无法想象的言论自由 就是你一辈子 就是争取民主跟自由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对 但是你可以从这里讲起 再讲别的 慢点 不行 我已经被你那一席话 把我搞分头了 我坐在那里 我一直在按我的IP 我说我要找办 我想准备讲的 我已经乱掉了 没有关系了 我其实 我已经很久了 这几年 我知道我的黄昏岁月 已经到来了 而上天给我一个 这么好的一生的经历 让我看过那么多 然后我也领悟那么多 我也碰触过那么多 不管人 事 或者时代 所以我觉得 当下我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把 我这一生碰到的事情 好好地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这几年 我几乎除了刚刚文谦一直讲的 我会在特定的日子 把一些好朋友 找来 一起喝不止几杯了 喝酒 然后大家记一句 因为我也不一定 我是不是能够看到明天的太阳 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曾经确切实实地 度过那一段 不可能 不一定能够看到明天太阳的日子 但是生命是一个很奇特的 没有人知道我什么时候会走 所以我是把每一天 当最后一天 努力去活的人 所以有很多事情 我已经不太喜欢讲话了 所以我媒体什么 我已经好几年 我没有爱讲话 我没有爱得出现在公众场合 特别是在红山军之后 我对人群多了 我都有一点恐惧感 或者不是恐惧感 我这个人不晓得 怎么会没有恐惧感 而是一种嫌恶 光是在外 就是我讨厌 我讨厌在人多的地方 那当然我安排的 像我的生日宴啊 干什么 这是我安排 我特定邀请的 所以对于不速之客的可能碰到人 我说坦白话 我有点不愿意 因为我真的 台湾社会已经不可义气了 跟我年轻的生日都不一样了 当然 但一碰到的时候 总会有人跟我讲这些讲这些 我听啊 的确 时代真的变得太多了 我曾经在我的新书 回忆录的去年 人权纪念日里头 我讲过一段话 我说如果我不是身而为 殖民地的子民 如果我不是在很年幼的时候 碰到美军轰炸 如果我们也在二十八时间 看亲眼目睹了 那些屠杀 以及白色恐怖的 无情的逮捕 我想我的人生会也不一样 我想我应该是一个诗人 我应该是一个作家 我应该是一个生物学家 我应该是一个哲学家 当然 我更可能 变成一个放荡不拘的 反战嬉皮 我的生命我可能是怎样 但是我因为碰到了 我看到了 所以我就做了 我没有办法 有第一个选择 所以我这个二十五年多 三次面对死刑 一而再的 然后一而再的反抗 一而再的追求 一而再的奉献 所以别管了那么久 每一次我都觉得 我的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了 突然间奇怪 我从贤害里头被推下来 最后下去的不是 像如武轩一样跳下去 韩国总统 我插在这里头 我就觉得 总统贪污 不算什么 全世界很多总统贪污 我们的总统贪污 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数量最多的 金钱最大的 但是是 别人犯后 被人家发现以后 的那种态度 事后犯后的态度 你看如武轩开始 被人家太太贪污 太太不法 结果被攻击 被批判 没有几天 有一天 突然间 那时候我还要看电视 说如武轩 跳海死掉 没有说他自杀 我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我立刻站起来 这就是 别人总统犯后的 回应 我们呢 我们的呢 今天引领台湾社会 如此堕落的 就是这些政客们 大小政客 本来政治应该是一个质业 而不是一个质业 昨天我莫名其妙地 被我的办公室安排 到了南部一所 鼓励大学 讲人生哲学 但是会后 那些年轻的 学生 关切的仍然是 政治 我也很喜欢这样 但是有一位 研究所的 就问我说 他很想 从政 但是不晓得 他应该 到哪里 选择哪里 我说 什么样的选择 他说第一个 国民党 有一个什么样的 青年团 要当 他去当总团长 另一个呢 是台湾民主党 台湾民主党 要请他去当副主席 他说他想 要选择哪一个 我听到以后 我真的 蛮感慨的 这两个选择 几乎是 完全不同的 他要选择说 我选择哪里 我从政 我未来更好 这就是 把政治 当着一个职业 跟当着一个智业 不同的地方 什么叫职业 就是从政参加一个运动 然后去选立 私议员 立委 然后当什么 就像你到银行 做一个职业 或者去选择 一个当学校的老师 当着一个职业 什么叫做职业 就是说你有理想 你有信仰 你有使命感 你想把你自己奉献给这份 这份工作 这份必须付出的 必须奉献的 使命 所以我觉得我在政治上 我真的是一个失败者 我根本不会想讨好任何选民 我讲话是我讲我相信的 我认为他应该怎样 或者应该追究什么 我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我相信 我为了这个目标 我说出我心中的话 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都是伟大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台湾最伟大的 一个总统候选人 我想有时候 候选人讲话 跟作为当选人做事情 是完全两回事 但是我们台湾 不是叫台湾共和国 也不叫中华民国 我们台湾应该叫做 台湾选举共和国 我们每年每年每天都在选举 九合一刚刚选完第二天 马上跳过来 要选总统了 媒体马上转变过来 整个焦点又是这样子 有一堆候选人跑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台湾 候选人的讲话 候选人的动机 候选人所做的事情 我很不客气地讲 已经失累了我们台湾了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 那你对2020年 我会倾向支持哪一个 我说我大概这些人我都很熟了 除了郭台铭先生这一个大企业家 我不认识以外 大企业家从政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想请各位思考一下 你想想看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权力 他可能因为他一个行为 导致了多少利益 而且是在别人完全措手不及的状况下 我们比较说讲好了 几天以前川普 一个推特说我要对中国的 21亿的商品 扣水 股市硬生倒下 如果当我发出这个推特以前 我告诉我的太太 告诉我的女儿 告诉我的放空 股票放空 选择钱放空 你看光这个推特下去都少钱 他说他 我看到Google讲的 光那个推特的文字 每一字是130亿美金 相当于130亿美金 所以给一个人权力那么大 他是哪来为国家 为人民做事情 还是哪来磨砺的 这就是谈到一个人的品质 品质品格的问题 政治人物 如果是品格品质 他的事项不是这样子 你再怎么选 他最后的马脚一定会露出来 权力取得的正当性 权力拥有的谦卑性 权力行使的公益 公益性 是一个政治人物 应该谨记在心的 但是有几个人 会这样做 这是唱高调 所以每一次选举 当选的 一下子 当选很高 民调很高 没有很久 就往下滑 然后掌权者 可以利用媒体 现在的网军 怎么厉害 你们都比我懂 杨网军会造成 整个媒体 新闻的垄断 控制 前几天 你看 我不想说 我支持这些人 彭温正夫妻 还有姚立民 教授 被下架了 听说是 蔡英文方面的意思 然后 昨天我在火车上 又看到了 那个 包不童 那个叫谁啊 那个谁啊 那个医生 对 沈富雄 也被下架了 背后是大老板 所以有权的人 跟有权的人 可以控制言论 当然 现在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手机 我们也千万 千千万万的 上百万千万的手机 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人 都会上去 像情谋乱舞一样 享受了言论自由 但是不负起言论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 当然不是台湾 全世界 所以你看到川普会当选 你看杜特地 你会觉得很奇怪 全世界都有 我们也有一个 一下子人家送 英国的外交部长 送给他一个表 他说 这个破铜烂铁 每天不晓得讲 从这里 这个人有病 他真的有病 已经废了 这个人废了 一下子说 他是装病 但是 社会都可以容忍 我们社会的包容度 大到这种程度 那是什么 真的就是媒体 好了 我想也比起 讲了 很多人会问我 说2020年 我到底希望些什么 希望哪一个 我说我不希望哪一个人 我也不想要 他评判哪一个人 但是我在 关心的是 2020年 能不能给台湾 带来一个新的景象 能不能 接触台湾 选举共和国 所造成的问题 我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台湾的未来 我年轻的时候 我为什么坐牢 我先讲回来这里 再讲 我忘记你 给我提醒一下 我是2020年 开始了 我说我第一 我当时 我因为我看到的那些景象 所以我十几岁念书 我就觉得说 我应该 当然如果再讲前面一点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晚上 有时候我会躺在高雄的 三角公园上 阳光长空 会想宇宙 宇宙的问题 哇 这个宇宙大到什么 那有一个壳吗 那壳的外面又是什么呢 想到这件事情 人就会心慌 就会不晓得怎么办 不敢再想下去了 然后自然就会想到生死的问题 我们生都没有参与的机会 但是我就希望说 我能够参与我的死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死 有生必有死 不过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死 所以我想说 我要怎么死 我想的结果第一个 我选择 训导 为你的理想 为你的社会 为你的信仰 让我付出你的生命 我子弹穿过去 喷出来的血花 多么庄严美好 万一我没有这个机会呢 我要怎么死 想了想 帝王将相 黄泉路上多寂寞 所以我希望殉情 我希望有一天 不能殉道 我跟心爱的人 一起走向黄泉 那这个死多么美好 所以我的一生 就是做这两件事情 我真的一生 你看我一生 我没有去做生意 没有去做什么事情 我真的一生 就是做这两件事情 革命跟恋爱 就是我做了 这是我的一生 真的是这样子 好 但是我们 我刚才讲说 当时我会为了 说革命 要奉献 我知道我身而为 殖民地的子民 我知道台湾的历史 我看到全世界 殖民地的命运 台湾不是最悲惨的 但是在二次大战之后 全世界都在 维尔森总统 一次大战的 民主自觉的原则 让朝鲜们实现了 只是当时 那个年代的 台湾的精英领导者 没有正确地 把我们走向 领导我们 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 反而引领我们 脚道欢呼 欢迎回归祖国 这些人到二十八的时候 他发现来了 怎么搞祖国是这个样子 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起来反抗 然后被屠杀 被囚禁 二十八其实就是暴政 引起抗暴 抗暴造成震宝 这三部曲 这是人类整个发展史上面 雷剑不鲜的事情 台湾并不例外 二十八其实就这样子 二十八其实就这样子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 我三次都是因为台湾独立被判刑的 但是我现在跟很多人 台湾独派的人会骂我 因为他们在危险的时候 不敢讲主张台湾独立 等到台湾完全不危险的时候 每天喊台湾要独立 还说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是很奇怪的 但危险的时候你不敢喊 当没有危险的时候 每天你明明是一个人 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每天还在讲台湾要独立 台湾独立 就像你是一个人 你还每天告诉我 我是人 开玩笑 还需要讲吗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真的会变成 你做出来的行为 就可能会对变成 伤害了台湾 然后变成国际 这个大局势里头困扰的制造者 所以我的每一个行为都是 经过思考以后 每一个阶段主张什么 所以我最初我是主张台湾复国运动 为什么我不赞成 台湾独立这个名词 什么叫独立 法律上的国际法上的定义很清楚 从一个母国分离出来的行动 叫做独立运动 从母国分离出来的国家 叫做独立国 叫做独立 今天 如果你说我台湾要独立 那你无疑告诉全世界 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否则你 你跟谁独立 今天就喊每天台湾独立的人 既不承认中国 如果说我要独立 你就是整个用你的行为 用你的口号来符合 如果跟北京讲的话完全一样 这对台湾有利吗 所以我讲 我那个时候 那思考的结果 你知道我做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那时候我们的高中生 电军校 我做出来的思考是 我不是要推动台湾独立运动 我要推动台湾复国运动 恢复什么 恢复1895年 被消灭的台湾民主国 当然有人会说 怎么可能呢 你那时候也没有人承认 我说开玩笑 以色列有人承认吗 以色列在1945年以后 他们复国运动 是国家亡了一千多年前 那时候连国际社会 连承认的概念都没有的 以色列在一千多年以前亡国 他都可以复国运动 台湾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复国运动比台湾独立运动好 复国运动第一 告诉人 台湾变成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是因为中国把台湾出卖给日本 1895年中日战争 中国的战败 你战败之后 你把台湾永久割让 出卖给 就像一个家道中衰的组长 把子女卖给别人为奴为仓一样 结果多个年时候 这个孩子长大了 成人 飘骗 无灵灵 无灾情 这个时候你说你不回来 我就要打你 现在北京就是做了这个事情 他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我当复国运动的时候 第一个我不承认那个国家 第二个我彰显中国对台湾人的不义 是中国把台湾永久出卖 隔让给别人的 当然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以后坐牢 坐牢我在牢里头又思考了 等到美利老我出来 我二十五年我都在 关在牢里头 我没有当过一天外 二十五年里面都在看书 都在写东西 因为他不准我 而且我有十三年一个人关 只有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头 我有四年七个 刚刚文谦讲的 说我在灌石 我四年七个没有看到星星 月亮太阳 剿灭踩到泥土 在一个封闭的病房里头 好我就出来 那那个时候大审的时候 本来台湾独立跟中华民国是对立的 我讲说我在法律上 那时候大家都不敢承认主张台湾独立 主张台湾独立你会死 我们都起诉二条约都是唯一死刑 而且没所财产的 那时候我说台湾应该独立 事实上台湾已经独立三十年 就是从一九四九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它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独立跟中华民国化成等号 这是在美丽岛时代 在大审上我公开的这样讲 其实我讲到这里了 我就要回到说2020年 我们现在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中国并不恐怖 你经济的发展 当然会有一些各有经济学家 或者是企业家各有不同 但是我相信台湾人民的智慧 如果解决了我们当下的问题 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这些企业家 这些经济学家 这些像文谦这样的好的人 他们绝对可以把台湾 领导到一个非常好的未来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当下是处在一个 后戒严时代 大家知道台湾戒严三十八年 全世界最久的 戒严时代某些特质 某些县纸会遗传留下的后遗症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我写了一本书 就是《能够看来明年代》 第一部回录 那我的一个通访 是台北市第一任的税捐处的处长 叫做蔡炳坤 坤是游戏坤的坤 方方土 他一审判十五年 他说 他接着说十五年 我活不下去了 所以他上诉 这个上诉以后判死刑 那我正好去的时候 他已经判死刑 脚上钉了脚疗 他一百八十几公分的高 个子很高的 然后那个脚疗 他的脚疗只有这么长 链子很短 有的链子可以长到这样 所以走路可以哗啦哗啦 他的链子这么短 结果他走路 一百八十公分 走路只能碎步走路 那我跟他同访 我真的 这对我人生影响很大 我有那么几年的时间 跟死囚 看着他们 陪着他们 走到最后的终点站 他们的言行 的确影响会很大 让我知道 怎么样面对死亡 让我知道 生命的有限性 但是意志 的那种无限 极端的 可以飞厚的 飞扬的 那个空间有多大 那有一天 这个蔡炳坤先生 发挥更神 发挥更神以后 就把他叫出去 把他脚梁打开来 打开这个脚梁之后 他回来 我开始看的时候 进去我觉得他好老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 我刚才觉得他好老 后来我才知道 他才四十八岁 但是死亡的药力 让他看起来 让他感觉非常苍老 但是他从脚梁打开以后 回过来说 他一下子年轻 我就看 这样就像一个 四十八九岁的人的样子 所以死亡的药力 何等沉重 我从年轻就看到了 然后后来 我看他每一天走路 他都用睡步走路 跟我们出去上步 也是这样睡步走路 那我就提醒他一下 我说蔡萱萱你走路怎么搞得那么小 你八十几公分 你走路不浮应该比我还大 结果你怎么走得都还是这么小 但没有我很自然 但是一提醒他走路 他走路跨出来就很大 脚梁不在脚下 脚梁在心中 脚梁已经在心中 三十八年的戒严 对于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们的 父亲 祖父 所留下的那些 戒严体制下的阴影 也可能隔代一团 或者一代一代一传 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代 年轻的这一代 戒严令不在执行 但是戒严令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产生了后遗症 戒严 差距多余对抗 贪婪和自保 个性上 人格上 人类人格上的某些 可能都弱点 几乎都还在我们的社会里头 所以选举的目的 嘴巴讲得很好看 其实就是在争夺权力跟利益 你看今天 我看如果民进党讲 我现在是捍卫主权 这可能是台湾民主最后一战 2020年 意思是说 如果我输了 台湾就完了 等到国民党赢了 就会把台湾卖给 国民党有另一套说法 你不接受九二共识 那 中国就来打台湾 那宁愿 你为什么不和平统一 你要被人家无力统一 好像台湾没有选择一样的 我们的选举变成这样 我们都被这些言论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论述 把我们裹卸了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2020年 是能结束 台湾内战的一年 这些 包括我在内 都曾经在戒严时期里头 被脚僚捆绑过的 虽然它不在 但是 它在我们的心中 我希望有新的气象 但是昨天 又让我觉得很难过的事 OK 所以我不知道 我说它把我打乱了 所以你要提醒我一下子 所以我真的希望 我看年轻的一代 昨天那位要从政的朋友 那我假如觉得糟糕怎么办 现在年轻人也是思考的是这样子的问题 那当然我想说 2020年能够开展一个两岸 新的两岸的关系 这个两岸关系绝对不是在裹卸下 应该在平等的 共存的 复利的基础下面 他们还讲 你们一定听到 中国现在崛起了 所以有多少力量 它会来打你干什么的 我跟各位讲 我这么小的时候 就听到中国要学习台湾 解放台湾 我听了七十年了 如果台湾问题可以打 必须打 敢打 早都打了 所以我讲一句话 对中国的这个恫吓 我说威胁 恫吓 是强者的哀民 哀民 悲哀的哀 民叫的民 他有力量 没有办法打 也不敢打 所以我只能威胁你 这是强者的哀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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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施敏德先生 我还想 还是从我们很多同学们 他们 对他们来讲 2020可能重要 因为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是他们现在 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领导者 意识到AI时代的来临 然后很快地 在整个他们的成长过程里头 不管是在双语教育 让他们可以轻易地 透过英文 在其他的国家 更好的大学 更好的AI课程里头 学习到最简单的 coding 城市设计 或者是他们 可以接受在职教育 他们即使现在从学校毕业了 仍然可以在 亚洲大学的推广部门 其他学校的推广部门里头 来上AI的课程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讲 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AI呢 它将来连接的 跟高科技不一样 AI连接甚至农业 AI连接所有的传统产业 AI可以连接 小到业势 大到制造业 那你如果不会AI 你就真的会被淘汰 那它基本上对各行各业的冲击都很大 改变也很大 包括对癌症的治疗 对疾病的治疗 对基因的检测等等 所以你在文化的领域里头 你要了解这些AI 跟人之间的关系 跟你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 这里头也包括了批判 也包括了反思等等 那如果你完全跟这个时代是脱离的 其实你就跟非洲这些国家的问题是一样的 你就跟非洲这些国家的问题是相同的 所以我其实很关心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帮同学们问你 请教你几件事 你现在看起来很漂沛嘛 对不对 很潇洒 好了 没关系 不客气 但是你的所有的牙齿都是假的 因为当时你被刑囚的时候 他们把你吊起来 然后从你的脊椎打下去 结果打的时候 你是怎样摔在地上 然后所有的牙齿 有些好多就坏掉了 然后就变成牙周病 所有的牙齿不治了 然后就全部都没有了 你讲一下当时的过程 然后你谈一下 你每天放假牙 拿假牙 都没有牙齿 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提醒你 当时的痛苦 当时的恨 当时的怨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恨 没有怨 也没有任何的抱怨 好像你只把自己当成 突然有一副 整形过的牙齿 很满意的样子 可不可以谈一下 就是说 对我们的同学来讲 原谅人生里头某些苦难 他们不会跟你一样 不会有一天 他们的时代已经没有行求 被吊起来 爸妈打他 也不会打到这个地步 但是你怎样做到 即使到今天 因为你每天还要面临 当时留下来的后遗症 你是怎么做到 无恨 无怨 无悔 我以为刚刚讲AI 我是讲说 台道有一个医院 AI来处理肺腺癌的 各种癌症的 我很希望分享他的知识 因为文健的确是一个 非常博学的人 我说我是他的再造老爸 外面你们可能有 如果上网会讲的 听到这些 我说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 他常常 一集的时候 他会讲的那些 观念一些新的事物 我都很惊艳 所以我以为他讲这些 结果又带到我的身上来了 结果其实我是不喜欢 AI解决不了仇恨问题 OK 对了 没有错了 其实我不太喜欢讲政治了 已经太久了 最近常常会拒绝一些媒体的反观 我说我不讲 不讲 仇恨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 跟政治的关系 所以我要讲的是 其实我比较喜欢谈人生哲学了 而且是逆境哲学 像我这样一个人 经历过我这样的岁月 在台湾 不要说在台湾 在全世界也已经不多了 即使不是瘦果仅存的 也真的已经不多了 那文献点重的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怎么样历经了这么样的折磨 可能心中没有恨 那个细节 假如牙齿软了以后怎么被处理掉 然后后来我发现 其实人生有一个逆境跟顺境 这个人生 其实在逆境里头 它也会有两种不同的 看你怎么样去诠释它 咱们要去面对它 当年我被刑囚 然后一根牙齿都没有 所以后来 昨天有一个人说 他去拔了智齿 我说对啊 我已经习惯已灭牙齿了 结果到了二十七八岁的时候 这个智齿长出来 让我很痛苦 我的假牙必须全部换掉 然后还在被拔那智齿 没有用的 还要受苦一下子 坦白讲 我常常我的人生会把苦难 当然说吃苦的吃饱了 像夺难新疤一样 也就是他们历史研究那边讲的 挑战跟回应 所以对我来看 我牙齿是没有牙齿的 可以讲没齿的先生 没有牙齿的先生 但是我也另外一个 我是没齿漂亮的美丽的美 我的牙齿很干净 很整齐 我不会牙痛 除了那个二十七八岁又长出了智齿 要拔的那一段很难过以外 我一辈子没有牙痛的问题 那其实这些肉刑 我不会那么痛苦 我最痛苦的他应该知道了 就是我本来有一个家 那我做了二十几年以后 十几年以后 十二年以后 那有处于政治犯 他去又拐他 因为他很有钱 那时候又年轻 所以就碎掉了 那一种 我想各位都多了少少 应该有一点要有一些经验的 情创无痕 却能碎心 感情的创伤 没有痕迹 也不会流血 但是他却可以让你整个心都碎掉 除非你真的没有爱过 真的有爱过的人 那个情睡 情创之苦 才真的了 真的很痛苦 那一段时间 白天 我可以念书 移情作用 忘了 但是晚上 灯一熄 哇 那个痛苦 不得了 那个 那么满脑子想要怎么报复 然后就像我的老朋友一样 我一个很有名的老朋友 你们在座应该都会知道了 他就这样想想想到到最后 我那老朋友叫做基督山伯爵 所以他 后来他到了第七章 最后他才懂得什么叫宽恕 我比他幸运 在我还没有离开监狱的时候 记得1976年的12月24号 平安夜 我是一个天主教徒 我就想他 躺在那里痛苦不堪 我就想 为什么我受害者 我心里怎么这么痛苦 那加害者现在很高兴啊 享有很多 那我恨他 他也不痛不痒 结果我自己痛到 睡都睡不好 每天都要靠移情作用 来掩饰 来移转 所以 一个天主教的 我就想到耶稣被打这边 所以再给这边 我第一次领悟到 忍耐是不够的 必须宽恕 只有宽恕才能放下来 人里头都会讲爱的力量多大 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没有恨过 你就不懂得恨的力量有多大 恨的力量比爱更强烈 更加强烈 它会激发你的智慧 激发你的胆识 各种点子什么都会出来 在那段时间我真的这样 幸好 后来我坐牢二十五年出来 我讲了一句话 记者围了 我说开玩笑 已经快一点多钟了 围了三间总医院 然后要我讲话 我心里想 我过来二十五年半了 你还不会处人 你们还要考我 真的太残忍了吧 但是记者读了 我没有办法讲了 我说我要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 说一句话 忍耐是不够的 必须宽恕 忍耐让咬紧牙关走下 但是你不要爬过的地方 如果留下你的爪痕 爪痕咬的痕迹 只有宽恕你才要放下 恨是一个无形的新的牢房 坐牢的牢 恨是一个无形的新的牢房 如果我不懂得宽恕 我走到巴黎 我一样自求 我走到纽约一样自求 我走进莫斯科的那些博物馆 我一样自求 我走不出来 我不会快乐 我的长相绝对不会像这个样子 所以真正受苦的人 就懂得宽恕的重要 这一点是 我觉得上天对我最大的恩赐 让我领悟到宽恕 没有宽恕 我绝对活不下去 所以我不喜欢在谈很多 艰苦岁月里头的种种 我现在知道我在写回路的时候 我几乎是留着眼睿 天天这样写的 然后我跟我女儿讲 我女儿跟我女儿看 我女儿讲 好 这样她知道 否则她说 你如果不写下来 那你死了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故事 所以我真的 我就是这样流着眼泪 痛苦的 写下那段 我不再讲了 但是 我真的要跟各位分享的 懂得宽恕 人的生命 才有完整 懂得宽恕 你才有未来 问题啊 你几乎把你的人生 全部奉献给这块土地跟社会 可是 感谢你的人 跟你付出的苦难 不成比例 甚至对 您的很多行为 能够真正体会理解的人不多 那其实这很有道理 我们这个社会 大多数的人是苟且偷生 他怎么去理解 从容负义的人 他的人生哲学 然后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没有经历过那种 强烈的苦难 其实我听过很多政治犯 柏阳 李敖 他们觉得 他们彻底被打败的那一天 都是他的妻子等他等不下去 他的女朋友等他等不下去 然后最后决定 改嫁别人 也就是说 他配他所反抗的同事整观 那个没有击碎他 击碎他的都是原来支撑他的最后一股力量 也垮了 他爱的人 离开了他 不再爱他 你真的站在那个女人的身边来看 你坐牢十几年 别人守了十多年 他爱上了别人 其实是正常的事 可是你对一个政治犯 他关在牢里 他一无所有 最后就剩这么一点家 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黑色的 只有这么一点光 那个光就被扑灭了 李敖坐牢时间只有五年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 不准他看任何的报纸 有一位跟他说 李天生你可以看报纸了 他好高兴啊 他觉得人家对他网开一面 因为对他来说 读书跟了解外界 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原来他们叫他看报纸 是因为他的女朋友 当天登了一个结婚起事 所以他第一天看报纸 就看到他的女友 婚前 不是婚前 他坐牢前陪着他的女朋友 他也不怨 也不恨 可是他垮了 那个垮了也是一种恨 那个垮了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恨 背后可能是因为 他彻底某一个光灭掉了 他垮掉了 他想过很多种 他觉得他家境很不好 他需要找一个人照顾他们 你知道李奥对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深呢 主席 他到最后脑癌啊 迷流了 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到晚上啊 他完全插着鼻尾管 插着呼吸器 已经开始 大家都知道 在倒数他的日子的时候 他会喊 小蕾 小蕾 就是那个女孩子的名字 那其实那个女孩子在一个很有名的律师事务所做事 他很容易再见到她 他坐牢 他坐牢出来以后 人们问他说你要不要见小蕾 那时候小蕾还漂亮不得了 他说往事我不回去了 为什么 太痛了 没有必要 好 那薄杨也一样 他告诉我 他觉得他彻底被击垮那一天 不是他被判刑 是他的妻子走掉那一天 他到死都没有原谅他的前妻 所以刚刚施主席谈这一段 那我想大多数的人在爱情里面的背叛 他是背叛吗 站在那一方面的角度来看 不完全是 他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认知常情 可是呢 站在你的心灵来看 你被伤了 你很大的痛 又是很实情的 所以过程当中 你突然觉得你是一个天主教的信徒 平安夜的第二天 你宽恕了 可是你把这个宽恕啊 无远佛界的 做到了 包括对审判你的人的宽恕 包括你对抗的政权 在台湾解除戒严 走上民主政治以后的宽恕 你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部分 好吗 就是这个宽恕 可以从一个个人最痛的地方开始 到最后变成 或者是这个宽恕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包括曾经你在职场 对你们同学很多人 你们可能不需要面临什么戒严实习被关 可是这个东西你如何扩大到 你去把抓你的人找来吃饭 神派你的人也找来做朋友 那他们也来 然后你也就嘻嘻哈哈的 他们也没有感觉不自在 我在旁边觉得好像人间喘奇 很奇怪的地方 你探一下好吗 如果是一个 当这个手段来行使的话 你会选择对象 所以我要做给别人看 所以我对这个宽恕 然后对这个不宽恕 或者对这个宽恕 那是把它当作一个手段 但是对一个 四分之一世纪被囚禁 被折磨的人来讲 宽恕对我 已经是一种我生命的本质 变成我的基因之一 后天的 所以我变得不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 除非非常特别的 非常特别的 我比方说刚刚讲到 说我虽然痛苦那一段日子 我领悟了以后 我出来要去看小孩 他不给我看 那我也很难过 但是也是难过而已 我心中也没有恨 我也认为他应该走 因为无期徒行 你真的要让一个女孩子 一直无期徒行的走下去 实在讲是很不残忍 很残忍的啦 我跟你讲这个 所以我能够体谅 我真的能体谅 我这几年我比较不高兴的是 宏山君的时候 陈瑞宏给他钱 他竟然可以跳出来说 我抛弃他 我坐在牢里头呢 你已经在外面跟你同期 也怀疑生了三个小孩了 现在都四十幾岁 你还敢讲 说我抛弃你 我这块的话觉得 人怎么会有这种状况 好 我讲的宏树对我是一个本局 就像那些 其实我的检察官 是何后有名的 那个林辉煌 现在当教授 他是当法务部的次长 也被提名大法官 因为 对 林辉煌 法官学院的院长 前几天 我们还一起又在吃饭 所以我是觉得 抓到我的也一样 我觉得 这是角色的扮演 有一次我也这样公开的被问到 那个刘展华 就是抓到我的 打猎的猎民 专案的召集人 他是雅哈局的 然后把我抓到 有一天 廖正好 那时候当法务部长 看到我说 主席 我们很久没有吃饭 一起吃饭 我说好 我请你 他说他要请我 我说好 所以请都没关系 但是他说有一个人想要参加 我说谁啊 他说 他的郑峰师的师长 他说他刚刚 那刘展华 我说我看到报纸了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个人 不是不是 你不一定知道 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说郑峰师师长 他说不是 他是当年抓到你的 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把你抓到的那个人 我们在喜来丹吃饭 四个人 吃饭 吃饭 大家吃得很高兴 他都很高兴 我们也问他说 谁密告的 我知道谁密告 两个政治犯 因为他的职业上 我不想问他 连这个机密 我连打听都不想打听 就像刘松环 赢了立法院院长 他到底买了民进党哪些人的票 我连问到他走 我连问都不想问 因为如果我问他 就不是一个朋友 我会陷他也不义 他不告诉我 他对我不义 他告诉我 对那些他所买的人不义 所以我这种 人作为一个人 你陷任何人也不义 是你的罪恶 我可以这么讲 所以我这种事情 我连问都不问 好 结果 廖长就问我 我说 很正常 那时候他是朴头朴快 他要认真抓人 那我是侵犯 我要认真的跑 如果我不认真的跑 他朴头朴快也看不起我 如果他不认真抓人 我这个侵犯也看不起他 所以是角色不同而已 没有个人的恩言 我可能阿Q 我总是把那种处境加以合理化 然后找到我可以宽恕下台阶 太勤奋了 就是说 在政治领域里头是 没有情也没有义 只有权力的争夺战 可是你很重勤奋 我可不可以当着重老 问你一个问题 我那时候得飞行开癌 是我打电话给你啊 因为我也看过你 照顾好几个朋友 往我们以前 大家都已经遗忘他的人 像美丽岛世界里头 坐牢比你们小弟 名称小的人 像戴真耀 他后来也正谈示意 然后得了一脏癌 你好几次去看他 他就跟我说 这个施明德啊 说叫我 跟我的癌症谈恋爱 癌症要怎么办 怎么谈恋爱啊 真好 然后 像你们当时 一起军事审判的人 现在也有潦倒的 他不管什么处境 你也知道 他整个人脑袋都 不是很灵光 你都很紧张地 打电话给我说 他都昏倒了 你刚才帮他找医院 他刚才帮他找医生 情 情 人如何保持一生有情分 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个笑话 这笑话你们好好听 因为太好笑了 我得了肺癌 我要告诉他 是因为他叫我去参加一个 不知道什么事情 我答应了他 可是我跟他说不行了 所以我为了要取消那个活动 我就跟他说 主持人 我得了肺癌 我还记得说我要做 过台北市复兴南路的地下道 我就碰到一个怪老头 就 哈哈哈哈 你怎么可能得肺癌 笑死我了 怎么可能啊 这是他的第一个反应 OK 然后笑完差不多 等到我那个地道走走走走 快差不多了 他笑完了 我跟他说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真的 他突然整个人愣住了 从此 他说不不不不不 家俊家俊家俊 就是他老婆 你得赶快来看 吃什么吃什么 他就开始变得非常紧张 然后你就每天都很紧张 跟我的家人一样紧张 绝对超过我妈妈 然后呢 我住院那天 你也跟家俊一起来看我 我觉得这个我还没有很吃惊 我要开天开到 我开到是七点钟就要离开病房 因为我是第一刀第一台 市主席他们在五六点的时候 跟他太太从南港赶到台拉医院来 然后就推着车 把我推进去开到病房 我醒来 出来 他们也还在 然后中午 我台中的大老婆 就林佳琪的妹妹 叫林佳芬 从台中赶来 就立刻给我吃东西 我就吃吃吃很高兴 后来就家俊再送吃的东西来 那后来就有很多人 就跟我说 你们怎么感情那么好啊 你为什么会对 你对你当时一起坐牢 痛苦的人很好 我跟你也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 虽然传闻满天飞的啊 但是 你为什么会对人 在情分上 老朋友 当年一起 大家这样走过来一些路 何况我跟你也不是革命同志 我跟你只是很奇怪的朋友关系 或者我是你的部署了 我告诉你各位喔 这是最好的长官 他是最尊重的人 然后他完全听很理性的意见 那有时候我们办活动需要他来 那时候他要当党主席 我是他的部署 他就说文谦 你待会要办个活动 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是恰当 他打电话给我说 他已经迟到了快要半个钟头 我一气就叫他说 你不要穿来好了这样 他也嘻嘻哈哈也没关系 因为他已经迟到半个钟头了 他还在想他如何穿大扮 我一气就笑着跟他说 你不要穿好老子 他也嘻嘻哈哈都没有关系 就是非常非常有度量的一个长官 然后呢 他做很多重大的决策 啊 其实通通都你们去管 你们都比我聪明这样子 他做一些大决策 对许多事情都自己非常认真 我跟他其实就是那一段共事关系 信赖 然后就一直一直这样下来 一直到现在到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呢 他曾经有动念头 要追求 不是追求我 因为那时候民进党要破产了 他想追求我妈 我就说你 我觉得你是要贪图我妈的财产 我是在开玩笑的 OK啊 那时候他的女朋友一直是陈家军 这样子 那我就做他们的挡箭牌 帽牌货 把他们挡住 让他们两个可以去秘密谈恋爱非常多年 这样子 但是我很想问你 在这里公开问 不是因为我想让学生公开一件事情 而且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人跟人的情谊 可以多么简单 可以因此信赖 可以多么长久 而你经历的人生是无情的人生 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你去坐牢 比如说社会遗忘你 尤其你们第一次坐牢 社会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比如说你的同志等你坐牢出来以后 他们干脆把地盘都抢光了 比如说也不得已 有些人必须要离开你为了他的人生 但情这个字 就是宽恕容易 宽恕已经很难了 不叫容易 但很多人因此就会对世界 就会觉得心冷了 对不对 他不再热情了 好 所以我们刚刚谈完 其实恨的力量很大 爱的力量很小 做到宽恕很难 可是宽恕之后 还要有足够的爱对别人 这个非常非常难 主席你谈一下好了 对 你先公开宣誓 你为什么这么爱我 这样简单的问题如此 她在下面笑 其实 几十亿的人跟你我 存活在一个时代里头 因为这几十亿的人当中 你能碰到几个位 你碰到的人 又能够欣赏对方的优点 喜欢地方的那些特质 不要说谈进入到恋爱 或者一起工作 有几位 一个懂得宽恕的人 一定会非常非常珍惜 他所碰到的人 那当然这里头会有亲近的关系 对文倩来讲 我会认命他当党主席 后来陈华明是那个时候的文献部主任 他要走了 他说 薪水养活不起他跟家人 的确 是养活不起 那真的是 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 而是当成一个事业 而是当成一个事业 那我就问说 那要推荐谁呢 他就推荐了文倩 那时候我对文倩的认识 但是并不了解那么多 后来我也智商了当时的党的秘书长 副秘书长 我不是一个专段的人 然后大家都绝大部分都同意 中常委的意见 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是党主席必须要处理的 如果中常委有意见是他处理的 然后那段共识的时间 我发现文倩真的是一个 台湾不四处的才能 他的聪明 聪明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有学识 他是既聪明又智慧又有学识 然后他有一个很特别的 他是一个很有情的人 人生都会有困境有一些挫折 我坐牢回来以后 一样也常常会碰到这些 那这些困难 我如果文倩知道 他都会帮忙 所以我跟他的关系 真的非常亲密 我常常有时候笑一下 我也对面的讲 我说我跟他的妇女的关系 那么浓烈 所以他真的病了 我他们已经很少了 我很少有这样的 认为值得这么去疼惜他 去爱他 去照顾他 是同家人 而且我的家人 我两个女儿都非常非常崇拜他 非常非常爱他 有人生 这么多的人里头 有几个认识 有几个可以共识 而且共识之后 而且还会喜欢 真的是 由衷由心里头 我不把他当一个外人 所以他讲 他都会心里头 我说你开玩笑 开始 然后我真的 我就下口 所以那几天 我心里头真的是 忐忑不安 就像自己的家人 很自爱的人 要去面对死亡 所以就这样子 所以就由衷心里头去做 那当然有 像戴政药什么 包括张俊虎 这些有些 因为都曾经共识过 我曾经相爱 我很难相恨 曾经友情 我就很难绝情 我就这样 人是真的很 很难得有那么机会 云云众生这么多 再讲下去他会哭 我要打断他 我要告诉各位同学 为什么要问他这个话 其实是这句话 是送给你们的 不是在谈我 在云云众生 在这个世界里头 每一个跟你相遇的人 你未必需要爱他 可是你要知道 不容易 他成为你的仇人 他成为伤害你的人 我不能够说他一定 来教导你什么 可是当你受到他的伤害 你不是他伤害你 也会有另外一个人伤害你 伤害来自于你生命中的四面八方 友情也来自于你生命中的四面八方 怎么处理伤害你的人 怎么处理伤害你的人 以及怎么珍惜 真诚对待你 你们彼此喜欢的人 我们都只有一生 市主席快要八十 我过了六十 他认识我 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 我只有三十二岁 一晃眼就这么过去了 你们将来的人生 有一天也会跟我一样 坐在某个地方 怎么一晃眼 我听陈文谦跟师明德讲话 我才二十出头 听到有人坐牢25年 真是 我虽然牙齿没有断叶 牙齿快要掉下来了 但是有一天你也会发现 人生一晃就过去了 看着青春的你们 我这个不叫做老生常谈 我告诉你 我青春的时候 他说我很有钱 是我家很有钱 我没什么钱 为什么我家有钱 我没什么钱 因为我跟我妈意见不合 意见不合你就要放弃钱 因为他是以前来控制小孩的 那我就有本事出去 让自己变成一个租房子的穷小孩 就是这样 我半年钱 我要我的理想 那 我去当他们文学部主任的时候 我妈也不高兴啊 那才五万块台币啊 那可是我如果在外面工作的话 我可能是一个二十万 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台币 我从小就一直都在做主管 所以 对他们来说 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因此成名 他们想到的就是 你怎么又去跟政治搞上关系 你知道吗 民党破产 第一笔钱 我叫我妈 你可以立刻去捐钱 要跳票了三十万 她就听我的话去捐钱 她捐的钱是 她帮我每一年用赠与存折的钱 我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捐账 你叫我来捐我 我当然用你的存折的钱啊 可是民党现在谁会记得我们 这没关系 我告诉你 人生会记得你的人并不多 只要记得你的人 不管你们现在是同学关系 不管你们将来是什么关系 只要会记得你的人 你要了解 不容易 就这三个字不容易 请好好珍惜 你们现在很多友谊 将来太多怀念的时光 你会在这里交到哪一生最好的朋友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大学时候你们之间是没有利害关系的 大学时候的朋友是没有利害关系的 后来你交的朋友 利害关系越来越多 有的时候为了利害冲突 有的时候为了利害很好 等到利害关系不一样的时候 那朋友突然很伤心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今天听的好像是一个 台湾一个好了不起的 独一无二的 或是亚洲独一无二的一个 政治犯的故事 而且他懂得宽恕 懂得爱人 一直到现在很潇洒的 没有权利 没有什么 照常活得笑眯眯的 漂眯的 52岁 中年人 我希望你们这一生 因为他的苦难 他的见识 你们今天学到了见识 学到了人生的宽广 学到了用不同的角度 看在所有你人生里头 未来或是现在你正在承受的 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只能说 我来亚洲大学教课 每一堂课 我在说话的时候 说这个道理 说那个道理 最后ending 都是一句话 我永远 祝福你们 希望我老的时候 在街上可以再碰到你们 抓住我的手说 我想老师我上过你在亚洲大学的课程 你在某一堂课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很爱你 然后我就会跟你们大家说 对不起 我没有来得及 我一个一个认识你们 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享受你们的青春岁月 谢谢大家好不好 主席我们最后做一个简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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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迷人 请不吝点赞 我愿意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